1958年出生的李优斌是国家一级演员 自2005年主演电视剧《亮剑》中李云龙一剧后迅速窜红 之后主演了多部经典电视剧 塑造了多个经典的迎评形象 成为名副其实的老戏骨 在感情方面 李优斌离过一次婚 前妻张瑞琪是长春话剧院演员 两人结婚20多年还是于2006年和平分手 在2009年李优斌透露两人还有一个24岁的儿子 离婚后李优斌害怕前妻和儿子没有好的生活 经常给儿子和前妻送车送房 觉得自己对不起他们母子 前妻张瑞琪在离婚后面对媒体也没有说过李优斌一句坏话 甚至躲避着媒体 尽可能少的减少对李优斌的伤害 原本是李优斌抛弃了他和儿子 他却不吵不闹地守护李优斌并替他辟谣 而李优斌现任妻子史兰牙也是个演员 在电视剧《围城》中出演唐晓福 东边日出西边语中饰丁小敏 二人是在2003年拍摄江山结缘并开始恋情 婚后李优斌和史兰牙非常恩爱 现任妻子史兰牙其实是个三婚女 第一任丈夫演员刘斌 第二任丈夫是个海归 两人还育有一个儿子 但是史兰牙却是不幸的 两任丈夫都不是对的 儿子在离婚后也跟着史兰牙生活 如今史兰牙三婚终于嫁对了人 李优斌虽然与前妻离婚 但能够获得前妻守护也非常难得 祝福他们